校车一辆接一辆进入校园 迎接开学第一天 桃园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搭乘专车而来 老师们也早在校门口等待 只要校车停妥后 马上推着轮椅上前迎接学生 由于疫情关系 学生们离开学校相当长的时间 重新回到学校 不少同学感到很高兴 因为可以跟同学老师们见面 校长表示开学前有持续跟家长联系 按照防疫政策也持续宣导戴口罩 一年下来也养成学生良好的自我防务措施 而学生上校车前会量体温戴口罩 也会做清洁 确保整车学生的安全 教室布置上面 我们就尽量把学生的桌椅 给他拉开一点 然后增加这个大家的距离 好防疫距离这样子 全校老师也打过疫苗 也会实施快筛制度 确保学生在校读书的安全 不过面对开学还是有些家长很担心 因为刚开学 疫情也说现在虽然是降级 但是也还没有说很稳定 所以还是会怕 那我个人是更严格 外出回家之后就换一套衣服 甚至于洗一次澡 所以我这方面是做得很仔细 桃园特殊教育学校在开学前两天 已做好教室清销 课桌椅的间距也拉开 以往的团体课程也取消 确实避免感染风险 而老师也在开学日当天办起机长 期望未来学生毕业后 能与国际接轨 记者吴永淳 桃园报道